Gandesche? Gandesche? 我叫Gandesche 我们又是做我们最喜欢的巴士了 是吗? 对! OK 又是离开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会离开沃沃 去一个波兰的小镇 我不懂讲读 不过我们一起来这边 Gandesche? Gandesche? 我叫Gandesche 要不要先去搭车 耶! 我们到了巴士站 一楼晚餐 又是搭长头巴士的时候 今天天气不错 都不需要戴手套 是吗? 不冷都会过来 对 一点也不冷 出去的都是骗人的 我们又是做我们最喜欢的巴士了 是吗? 对! 这个巴士是好的服务 对! 要不要给行李配 不需要给行李配 OK 任何人会认识的 谢谢! 谢谢! OK 我们已经上了我们十点半的巴士 去Gandes 原来是叫Gandes 我一直读它称Gandes 我老板把它读成 Gandesche 然后我们回到三个小时的巴士去Gandes 这次班就是有位置空间很大 累入很大 而且还是有插头 圣诞节 我们就是去Gandesco圣诞里去 OK 我们终于到了Gandes Gandes 好晕哦那两车 坐了五个小时 然后巴士有点闷热 所以坐到有点晕晕 终于在呼吸的信息空气了 现在三点 要走一个十五分钟到我们住宿 这边看起来有点像童话小镇 到了我们的住宿 又是楼梯的时候 我们拍了这么高的楼梯 无城楼的楼梯 好累啊 很忙的老板 我超满意这个饭店 爸 我订的吗 OK 我们终于来到我们的Gandes的住宿 真的好大点又很漂亮 它就是一个很假的studio apartment 所以一进来呢 就是 脱鞋的地方咯 放行李的地方咯 然后这里有一个 一进门口就是 厕所 吸机那些基本标准厕所 然后 快快我们进入我们的房间 这边 超大间的房间 然后 那边就是床单咯 双人床 然后 那边就是衣橱 沙发 电视 很大个电视 然后就是厨房 诶 然后它有一个小孩子玩玩具的小角落 给你玩咯 数捷压力 全部都是 波兰语 应该是看不懂要用Google translate来看一下怎么玩 因为我们会在这边过圣诞节 所以 有很多公共假许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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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厨房 就是我的厨房 就很多公共假许在这边 都很齐全 还有一个 Dish Wash 但是我们不会用 OK 所以你满意这个房间吗 超满意 所以我们在这边过圣诞节 好好的休息一下 反思一下 我们的2019年 是一个怎么样的年 然后再定下 2020年的目标 要去超市 买一点材料 买四天三夜的材料 走吧 我们来拿一个这个 跟一个这个 来试一下 到底有什么分别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Krakau 有吃过他们当地的传统甜甜圈 波兰甜甜圈 那时候卖是四块半波兰币 是呀 对啊 这个才卖两袋七波兰币 怎样 吃到它外面的爱情薯格 可是吃不到里面有什么馅料 哦 可是你在吃几口 看到有没有 就它馅料会比较少 它那个酱 可是它的玫瑰酱也少吃 面买也是一样 它就冷一点 我们在Krakau吃的比较热 可是这个也是好吃 好 还没有买营料 我不知道 没有 我去猜在短时间 2块4 4块8 这个划算 这个划算 不要怀疑 每一次我们逛超市都是这么满 我看这次应该是超过100块 谁 当然 你拿这样的哦 好像威尼斯哦 澳门的威尼斯 其实很出名 古货 传说中海盗船 对啊 很特别一下 我觉得这小生 一如晚常 FlixFast呢 就是有 哦 不能这样 离开前 得到一道定职 当然 我都没有时间到定职 还不会再 堅持几场 嘿嘿嘿嘿 这一集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 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集 可以